甄嬛得宠以后一直未知直逼华妃,家世也越来越好。 甄嬛作为甄家嫡长女,她从小就是在万千宠爱下长大的,甄家的教育方式也是只要女儿开心就好。 甄嬛有美貌又有才华,她自然身上有一些傲气,不过这些傲气在宫中却不是什么好处。 甄嬛的愿望很奢侈愿得一心人,白手不相离,即便是普通人家也很难做到,更不要说是帝王了。 皇帝不可能对她一心,她有不少时候都要权衡厉害,即便喜欢甄嬛,很多时候也必须要甄嬛受一些委屈。 甄嬛在宫中地位蒸蒸日上,华妃自然是非常忌惮的,就连曹琴末都说,如果甄嬛生下皇子,恐怕地位就要越过华妃去了。 甄嬛小产,这是她第一次失宠,因为皇帝不肯严惩华妃,甄嬛对皇帝冷眼相待。 皇帝可是九五之尊,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了? 她不可能为甄嬛低头,不会为了甄嬛去严惩华妃,更不会低声下气去哄甄嬛,那么甄嬛又是如何想通的呢? 长街受辱一事,让甄嬛彻底明白了,在宫中没有恩宠活的连奴婢都不如。 在人来人往的长街上甄嬛被罚贵张嘴,可以说是丢尽了面子。 她向来高傲,什么时候受过如此欺辱?也正是因为如此,她才下定决心,自己一定要重新夺回皇帝的宠爱。 那么对于这件事,皇帝是知道的吗? 她自然是知道的。甄嬛是在人来人往的长街上被人欺辱的。 在后宫中传的沸沸扬扬,皇后和梅庄都知道,但对于皇后而言,皇帝都不搭理甄嬛,自然更没有必要去管了。 梅庄就是想让甄嬛看清宫中的形势,自然也不会去管。 这件事皇后虽然吩咐人不必告诉皇帝,但皇帝未必不知道。 想想皇帝疑心病那么重,在前朝后宫都安插了眼线,怎么会不知道这样沸沸扬扬的大事呢? 皇帝可是有血滴子,一直帮着她打听消息。 后宫的风吹草动根本就瞒不过皇帝的眼睛。 她知道甄嬛在长街上的遭遇,不过对于她而言,这件事只有好处,所以她才不会管。 甄嬛心高气傲,的确需要好好磨一磨她的傲气。 皇帝需要的是臣服,而不是一个心高气傲的女人。 甄嬛在长街上被人羞辱了,才知道皇帝的宠爱有多重要。 不得不说皇帝也真是狠心,难怪梅庄会那么早抽离,去巴结太后。